那关于在试图函数当中可能会用到的 你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获取参数 然后呢可能提前终止的这样行为 咱们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你在试图函数当中 如果想返回的时候 那个返回信息可以怎么进行处理的 能把它拿过来 比如说从内再建一个response 在响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 把这些全都去掉 这些去掉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再来去重新定一个index 它锁定的试图函数 它剩掉 然后呢上面我给它补充一下APP当中的router 所以呢比如说就在前面index 放到这之后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按照正常情况下 咱们之前第一天说的就是 能够直接去写一个这样的凑信息吧 这个这样的返回值的信息 然后呢我让我的程序去运行一下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访问 访问index 访问index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这是响应体 然后呢主要注意的地方在哪呢 你看一下对应的状态码是多少 默认块是280 默认是200状态码 然后呢我再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你看一下 responsehiders这里面说相当于是响应的投信息啊 默认是响应投信息也是它自己处理的 如果说这时候我们想变了 想变的情况下说了 在这个地方我想给你返回的时候呢 返回一个我自定义的状态码 或者说自定义的这些个响应头 那怎么去做呢 它有两种方式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它有哪两种方式呢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返回原祖的 这么样的一种形式 所以第一种方式呢是返回原祖 使用 原祖 然后呢 返回 自定义的响应信息 那怎么去做呢 原祖当中它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没问题 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响应体的部分 但是后面的参数的话 如果你想去指明 指明什么东西呢 你想去指明状态码的话 就把它放到第二个位置这上面来 所以就相当于第二个位置呢 是状态码 状态码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你返回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码呢 咱们可以还随便给你返回一个 比如说返回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 比如说再给你返回400吧 然后这是关键的东西 还有第三个参数 如果你想返回的这个响应头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 我呢可以放到第三个参数里面来 第三个参数的话 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传列表方式 我把它给你放到这 这是响应题 然后呢 这个参数是状态码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呢 是响应头 响应头当中的话 你第一种方式呢 是可以接受一个列表 既然是一个列表 我们知道了 响应头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都应该是一个键 一个值 一个键 一个值吧 所以在列表当中呢 它是以元祖的方式来进行区分键和头的 所以呢 元祖的这个第一个参数 对应的是响应的头的那个键名 比如说 我现在给你去传递一个响应头 叫什么呢 就叫做itcas 然后呢 它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给你传一个值 叫做python 可以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响应头的话 你想传几个就传几个 比如说我再给你传一个 这个非标准的city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深圳 放到这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三个方式的话 是不是把一个完整的响应 响应报文就构造出来了 对应的响应体 对应的状态码 还有对应的响应头 然后呢 今天来 咱们让程序的去运行一下 我刚才的这段代码 完整的代码 重新运行一下 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 对应的index 看一下 对应的 响应的这个响应体 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 但是响应的这个状态码呢 是不是刚才我去准备了400呀 对吧 我再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你看一下 刚才我所贴用的两个 想用头 一个CD 是不是放到这了 还有一个IT卡 是不是也放到这了 如果你想要去添加一个 这个标准的想用头 也没有问题 你就按照刚才这种方式去做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当中的话 我刚才说的是使用远祖 这点大家有没有疑问的 有有疑问的东西吗 这个一个return当中返回多个值 之前是不是你给接触过呀 在习近书班的时候 那我们说了 这已经返回多个值的一个东西的话 你通过return方式 把三个东西都往回返 那实际上在函数当中呢 只能返回一个值 哪怕你现在出现多个的话 它最终也是一个东西传过去的 以什么东西呢 你现在虽然没写 但它默认情况下 会在你的前尾 给你加上括号 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当作一个圆祖返回去了 你前段收到的时候呢 它又以圆祖的方式再解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使用圆祖的方式了 只不过是我没给你加括号而已 你不加括号也是相同道理 这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Python在去处理的时候呢 它把多个值当作一个圆祖 来进行推带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还有我把这些的 这个能够去利用的这种形式呢 都给你列出来 还有哪种形式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前面想象题我还不去变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专门出来看去想用头 想用头当中 你除了能够传列表之外 还能传什么呢 还能传字典 那传字典的话 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字典的键 就是你所对应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字典的值 就是你所对应的 那个想用头的这样的值了 比如说我给你传这个IT CAS 一 然后呢 最近的值也是Python一 后面如果再有多个值的话 那你就再往后面放 比如说CT 一 然后呢 对应的他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SJ一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程序重新启动 轨过出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 状态码我现在没改 改的是哪个东西呢 你看一下 想象头里面CT一 是不是在这儿 然后IT CAS一 是不是也在这儿了 所以你是用列表传也行 用这个基点传 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东西 咱们再来去看 看什么东西呢 你的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 就跟刚才使用 恶报的函数不一样了 你可以传一个 非标准东西 比如说我在那里 给你传一个666 也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让程序 重新启动一下 回过出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看一下 这个状态码 是不是就是666啊 所以这是可以放到这里面了 所以可以按照新的 你自己去定义的 都没有问题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一个状态码 实际上都对应的 有一个说明信息啊 你比如说200对应的是OK吧 404对应的Not Found吧 那这个666 我在没选的话 你看一下 它代表是Unno啊 未知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 还从未做做呢 你的第二个 这个圆组的第二位置 你还可以传一个字符串 我还可以去传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这个字符串 我传什么东西呢 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 字符串当中 状态码放到第一位 紧接下来 有空格分格 分格之后的话 我再去跟上 相对应的描述信息 比如说 我把它就叫做 ID Card Theta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再让程序 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重新启动 回过出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 这个信息 刷新一下之后 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看一下 它提示的 是不是ID Card Theta 所以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来去指明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今天他们再来说 你在去返回的时候呢 如果说 你现在不想去决定 想要投的话 能不能行呢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在里面 不想去决定想要投的话 那你这个圆组的 这个信息呢 你就可以只传前两个 后面可以空下来 是可以按照这样方式的 但是你说 我如果不传状态码 只传想要投 能不能行呢 不行的 它是按照顺序来做的 第一个必须是想要体 第二个必须是状态码 第三个必须是想要头 你中间能从后面省 但是你不能从前面省 所以我把想要头给你去掉 仅仅只传这个地方 也是相同的道理 咱们再用程序去运行一下 回过来 你再来去看一眼 我再来去刷新的时候呢 状态码还是这个地方 但是点开的时候我所定义的 没有再跟添加自定义的想头 所以就没有了 这点是需要大家清楚的 好 这点说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去看第二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是哪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要去借助一个函数来进行达到了 使用哪种函数呢 使用make response 使用make response来构造想信息 那个make response它是哪来的呢 它实际上是从blast当中来过的 可以通过这个blast当中去导入make response 它专门就是用来构造想信息的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现在呢可以先去通过谁呢 通过make response来去构造信息 在构造的时候呢 这里面可以去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去传一个响应体的数据了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响起数据呢 还叫做index page 比如让你看看清楚点 比较叫做index page 2 紧接下来我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想要去设置一个 对应的状态码操作呢 你通过make response 拿到的是一个响应体风筝 响应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在进行构造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对象里面的方式了 它的状态信息呢 就是response对象当中 有个status出现 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设置 那我在进行设置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就可以去传相对应的信息了 比如说我传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还给你传一个 比如说传一个999 传一个999的话 咱们比如说叫做itcas 放到这 这是关键点 如果你还要去调整 就是设置状态码 如果你还想去调整什么东西呢 还想去调整这个想要求的话 在response对象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heiders 通过heiders来进行设置 那这个heiders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典 我们就按照这个见识度的方式来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添加一个新的东西呢 还是添加一个什么cd 添加一个cd 然后呢 它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还是真正 这是设置 设置 想用头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一个想对象就有了 我就可以通过return方式 return谁呢 把这个ISP这个构造好的对象返回就可以 那咱们现在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再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呢 我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看一下 这里面的状态型是不是999啊 我再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cd放到这了 然后呢 这是那个响应体的东西 所以呢 这是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设置 你选择每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呢 你要知道别人在去用的话 你能够看到别人去用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 这就是我